綠色肌群 綠色肌群 其實 說簡單一點 種樹的公司 可是我們種樹的邏輯跟人家不太一樣 可是種樹是人類可以為地球做最簡單的一件事情 但是它的效果很永續 我種樹的目的是為了把樹還回地球嘛 那可是在做這件事情的過程上 我找到它活下去 我們也活下去的那個商業模式 那像在台灣我們選擇種的樹 其實是台灣的原生種 那原生種裡面以牛樟樹為優選 是因為牛樟樹現在消失速度最快 那它為什麼會消失 是因為牛樟枝啊 啊牛樟枝是要消滅牛樟樹的 種來不及砍 那可是樹種下去我總要活下去啊 我的目的讓它活 那我又是號稱社會企業 我也得活下去 所以我們就發現樹在成長過程當中 有東西會掉下來 樹葉樹枝樹幹 那它掉的 這個是它成長自然會掉下來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從它掉下來的 這些不要的 變成我們要的 循環經濟的概念 牛樟樹的葉子可以自採 樹枝小樹枝我們做成 文創像鉛筆啊 一些我們的小文創 然後呢 樹幹卻舉金油 大樹幹 呃 我舉像小樹幹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的葉子是取老葉 老葉是促進新陳代謝的概念 公司成立到目前三年半啊 我們的這些東西 我們的商品哪裡來 很簡單 台灣有沒有人在種牛樟樹 其實有 還不少 可是大家種牛樟樹 只有一個目的 10到15年之後砍掉 變成升級公司 斷木的供應 就是那個培育牛樟枝 那個斷木的原料就對了 所以 人工種牛樟樹 要超過15年以上的很少 我們就去說服 某些支持我們理念的 種牛樟樹的這些 玲瓏 所以你現在就有收益 葉子給我用 阿所以我們公司就有葉子的來源 我不用等我現在種下去了 我 因為我這樣子反而 說服了另外一批 原本那批樹 可能是要被 等著砍掉的 但是我告訴他 跟我合作 那個什麼 那個效益可以永續一些 2016年的尼伯特台 我們把台東 不像台東 弄倒了100萬棵樹 牛樟樹 他也是樹阿 也是會倒 可是那個7年的 牛樟樹 其實都快兩層樓高了 他的問題是 他還沒有符合 升級公司的需求 斷木拿去 那個比較小的木頭 就拿去 萃取精油 說到 當有產品的時候 怎麼賣出去是個問題 這個品牌的命名 我就把它定名叫 颱風系列 叫尼伯特 這一批的就是 尼伯特颱風造成的 所以我們公司的精油 是有颱風才有精油 沒有颱風沒有精油 這也是我們的故事 我們其實想要傳遞的這個故事是 其實我們可以跟天災共存 我們不用什麼都自己來 我的方法是這樣 我沒有自己的地 我也不去租地 我跟學校合作 我把樹種給學校 我送給學校 因為人類是地球的過客 樹我要的是使用權 不是所有權 所以樹長在誰那裡 對我來講 我都有收益 就好了 而且這可以讓我快速把樹木 樹的樹量 快速的推動出去 為什麼 我把樹種在你家免費 你只要幫我顧好垃圾給我 那我就能自給自足 樹給你 通常這樣不會有人拒絕 當然可以培育樹苗 但是我如果培育樹苗 我就去排擠了苗農 苗農其實很辛苦 所以我們把 我們就跟苗農採購 從上游到 所謂的產品的產出的 比較特殊的 一個定位 而且要花期ched 我常常的研究 我相信 原人不聽到 成績,成績 迷信 你從事一開始